哈喽,我是你们的佳系姐姐 前段时间啊,我们家不是来了两个新娃吗 然后就有这个小伙伴问我 能不能给兔美美换妆 这个嘛 我赶紧连夜检查了一下 还好他们俩的发型跟衣服不一样 发型呢 是暗色的 不过衣服 可以拆卸 那么问题就来了 要给他们换什么衣服好呢 主持人,我想看他穿汉服 我也想穿汉服 可以吗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安排起来 当你的棉花娃娃第一次穿汉服 不知道会不会好看呢 第一套 一个白色上衣 雪纺的面料摸起来很舒服 下面配了一个米白色的乳裙 上面的小花枝绣很可爱 裙白的蕾丝还镶嵌了银丝线 低调又不是高贵 那这一套我们就叫它 百里透红 人期待了 除了有衣服还有很多的配饰 首先是两个长得像包子的发夹 往头上这么一扎 你就可以拥有包子头 上衣是长这样的 有点像起跑 两个小盘口非常精致 就是它下面搭配的这个小裙子呢 怎么看怎么都像 幼儿园小朋友穿的 另外还配了一个珍珠链条的小背包 那这一套就叫 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应该是《长歌行》里面的李乐燕 绿色上衣 印花跟颜色都很小清新 不是布料有点透 下面是一个大红色的乳裙 还带着金色的流苏 黑了一根腰带 一根飘带 你们觉得像乐烟童团吗 这一套就叫它 烟然一笑 差点就忘了 最近咱们要见粉丝团了 可是我绞尽脑子也想不出来 粉丝团叫什么好呢 这么难的事情还是交给你们吧 两个字或者三个字 评论区告诉我 来吧 最后一套 是一个连体群 非常淡雅的粉纱色 而且上面的小刺绣也很好看 送了一个小饰体 里面还配了一张卖家秀 这一套要叫什么名字呢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